需要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去看病 这个项目当然会有可信性的 唐一就问了这个能挣钱吗 中国的医院都挣钱 第二你可以挑选中国的医院 也不要去挑一个市民第一的医院 人家已经在老大的位置 他不需要改变 你就要挑第二第三第四 甚至第五的医院 它那个地段是很好的市里的地段 但是它就民生不如第一好 然后现在就说是病人病原不够 病床应该是600张床吧 它住满400张就不错了 那这个投资的来说是最好的 因为什么你在短期内不需要再盖楼 再不需要再扩大 你只要把它吃饱和了 这个revenue就增加了一倍了 第二呢中国有一个市场特殊的 就是说中国的土地 是在发展地区 长江三角中 珠江三角中 这土地的增值是 起码是35%的价值 那你买这个医院呢 那医院一般占地都在55% 甚至要60%的地 那你这个每年你评估你的医院 比如说我这边指美肥美肥专师 我占了10个中国医院的51% 那我每年的报表 它这个医院那个评估 因为它的地35%的增值 那光这个光地的增值 在我这个报表上 这个asset上面就比较吸引了 那因为一般来说你的企业能够增值这么多的 已经不多了 那光土地 当然你利用你的资金 利用你的国外的那个管理方式 也就把那个当地那个医院那个品牌呢 增上去了 它能够在相当的内容呢 就吸引那些pation 所以那这些销售额又上去了 所以这个呢 是第二个一个一个一个政治概念 第三呢 你是在北美的公司 将来是你要集资更多的钱 肯定是靠股市 对不对 这股市才是资金的来源 那这边做一个差价的问题 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儿童院我们隔壁的 我们工作过的 就光建一个那个WIN 就那个最漂亮的那个WIN 花了20亿的加币 那这个儿童院才多少床床位 那比如说我们在中国买了那种医院 600张床位的医院 老百姓这边就想 600张床位相当于猛杀难这样的 然后呢 中国那个病人呢 一天的病人可怕得很 我那个以前在长海医院工作过 他夏天一天的门诊病人就上了一万多人 你要跟这边讲了以后 他们都吓呆了 说怎么可能有一万多人 所以他们就觉得同样规模的医院 那在这边相当于猛杀难的医院 那猛杀难谁能买得起猛杀呢 他就想了 哇这个公司拥有十个这样的医院 那这公司的股票那肯定没问题 所以这个整个概念呢 都是从一个各个角度上都考虑好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是第一步 钱是第一步 这个概念呢 现在有一个加拿大投资商 我已经决定了5个Million 但钱还没到位呢 我真的等 等到败完以后 那我再去跟那些财团 去正式去谈判 到底需要多资金 然后呢 像你这种 说资金是到处都是 到时候我们就验证一下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把各个方面都考虑好了 各个方面都安排好了 然后由你们来挑衅检设 这是一个呢 我是从可能两年前有这个idea 然后呢跟着那个考察船回去了 前年回去了好几趟 那个医院也都选好 那些candidate也都选好 那我拉回去的那个考察船呢 当然第一权是美国人 这一点呢 可能大家知道 你整天中国人回去 好像被接待的程度也不够 因为他觉得你们还是没能力 要进入主流这是很主要的 我拉回去的是那个西门子的 拉回去的是John Hopping的 还有拉回去那个Silly grief的 那个刚刚退休的那个父老子 他就说了 他说你能把第一家医院吃下来 开起来 那我保住你后面一百分钟 就这个条件开了 所以呢我就冲着这个条件去干 第二个呢是我最近才做 这些呢就说你当你开公司了 开到一层那种 你不想去做别的事 人家来老来要求你做 要求了好半天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参与吧 但不是我去挑头 好 谢谢大家